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身高腰细腿长,真的瘦了好多,差点认不出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欢乐颂》,这部剧在当时大火。 作为主演之一的杨子也是大火了,但是当时很多人不看好他。 只因为杨子颜值不是顶尖,而且在当时还有些微胖。 所以在走红毯时,造型是有些臃肿的。 但是19年和20年,杨子简直是涅槃的存在。 不仅出演了亲爱的、热爱的,还有他的代表作《香蜜》。 播放量突破20亿,而且几乎很多人都喜欢看他出演的剧, 杨子也凭借这些机身一线小花。 不得不说,真是凤凰涅槃。 而且在最新的照片里,杨子身高腰细腿长,真的瘦了好多,差点认不出。 不得不说,杨子真的瘦了好多,很多人都表示跟以前相比, 杨子本身的气质提升了不少,而且整个人闪闪发光,又瘦又漂亮。 而且他的皮肤,跟以前相比也是白的发光。 杨子之所以大火,除了本身气质颜值的变化。 最重要的便是他大大咧咧的性格,不得不说,这种性格,无论男生女生都是很喜欢的。 那么,对于杨子最近的变化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留言评论。 肖战顶流五年,却被质疑作品,粉丝,光靠颜值都能再称五年。 这几年狗子中虽然没能够出现第二个卓尾,但是经过几番的爆料,也有很多艺人的口碑越来越差了,很多艺人的团队也变得越来越精明了,对于很多绯闻都直接选择冷处理,不仅省下了公关的费用,还能够将事情最快地降温。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环境下,娱乐圈中还有这样一位艺人,狗子都亲自认证他的事业心,几次三番替他澄清单身,目前肖战绝对是大家公认的顶流艺人。 自从通过陈情令走后到现在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,肖战作为顶流五年,却被制一枚作品,粉丝表示,仅仅是凭借这张脸都能再称五年。 肖战刚走红的时候,发展并不是很顺利,铺天盖地的绯闻,当时肖战面临着职业的黑粉和一些看热闹不分是非的路人,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。 虽然很多艺人都逃不过人工识别多的定律,但是肖战经历的却是很少艺人经历过的,估计很多黑粉都没有想到,经过这一次攻击之后,粉丝们更加专注地热爱肖战,如今他的发展越来越稳定,用实际行动给大家解释了什么叫清真自清。 最近有网友发现肖战真的稳定的红了很多年,目前他所处的位置还是很高的,各方面的数据都让一些艺人望尘莫及,不仅创造了很多断层的数据,商业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。 这么多年他能够稳定的吸粉,正是因为他不断有作品输出,质疑肖战没作品的网友,估计没有认真地了解过他,这几年肖战一直都在坚持进组拍戏,只不过他对于剧本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。 凭借肖战现如今的热度,想要与之合作的剧本其实有很多,肖战是非常清醒的,他并没有盲目地选择去合作,而是用心地挑选一些真正适合自己的角色。 对优秀的演员来说,作品的质量是更重要的,如果盲目地去追求数量,是一种不爱惜羽毛的表现。 肖战主演的很多作品热度都很不错,他每一次都在用心地塑造角色,他会提前了解自己将出演的角色,而且为角色做很多准备工作,任何一个成功的角色背后都是艺人的努力和付出。 目前肖战还有三部带播剧分别是《玉谷摇梦》中的《那片海》交扬伴我,实际上如果没有作品持续地输出,肖战这几年的发展也不会太稳定。 对于艺人来说,出镜率还是比较重要的,有作品才会有话题度和讨论度,大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年肖战越来越低调了,在每一次更新动态或者有新消息的时候,还是会登上热搜。 关于肖战稳定的发展还有另一个原因,就是他的颜值,目前肖战已经30出头了,但他现在的状态要比刚出道的时候还要好。 这几年他拍戏也被拍到过很多生徒和路透,有一些艺人都曾遇到过生徒翻车的问题,但肖战几乎扛下了任何角度任何清晰度下的镜头,难怪粉丝们能够自信地说出,仅仅是凭借这张脸都能够撑五年。 杨子2023勇敢说出爱 杨子,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北京 毕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戏本科班,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喜欢杨子是从家有儿女开始的,不能说看着她的剧长大的,毕竟现在的杨子还单身着,而我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或许是因为之前失败的爱情给她造成了心灵创伤,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值得拥有更好的 我们爱就要勇敢大胆地说出来 2023年希望这个励志善良的女生早日脱单,拥抱幸福 杨子拍过很多的电视剧,基本步步都火,而且她无论跟哪个男星搭档,哪个男星都红得发紫 我相信杨子肯定是一个妄夫体质 而且她不管跟哪个男星搭,都好有CP感 特别喜欢看她跟李线和肖战这两个组的CP,简直是夫妻香 看看他们拍婚纱照的样子,简直甜蜜暴击 再看看他们一起参加的活动照,不在一起真的好可惜 李线,曾用名李线,1991年10月19日出,生于湖北省贤宁市,成长于湖北省荆州市,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2010集 肖战,1991年10月5日出,生于重庆市,中国内地男演员,歌手 不管杨子最后是跟李线也好,还是跟肖战也好,我觉得只要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,我都百分百支持 真心希望杨子早日脱单,早日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